国泰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点 另外我觉得我的展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在国泰一直做到退休吧 因为我来自广州嘛 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过来香港旅行 所以说其实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非常多元化 到目前来一直我觉得在香港生活是非常的棒的 因为首先我们到达香港之后公司也是被安排的非常的好 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环境非常的好 然后包括说有gym 健身房 游泳池 那我本科学的会计是学的会计专业 那在澳洲其实我有做过类似的客服的一个part time job 那我发现其实和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趣的 所以在毕业之后呢 那回到中国就加入到了一家欧洲的航空公司 在国泰我觉得首先它有一个更多元化的工作环境 就是我们的同事有来自超过十个不同国际以及地区 那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是十分的开心的 那再者的话在国泰作为空服人员 我们有机会飞往更多的目的地去结识更多的朋友 并且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那在国泰的话我们是有机会说选择我们 通过我们一个排班的系统去选择我们一个自由的飞行模式 比如说有短航线 那更多的可能飞往内地或者东南亚比较近的一些地方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航班 就是短航线和长航线结合 所以作为空乘人员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们的飞行模式 那这样的话可以达到一个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个平衡 有乘客既不懂中文又不懂英文的话 那我们的客舱乘务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有没有他们是有一个common language 就他们可以讲共同语言的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肢体的语言 比如说甚至甚至包括画一些图画呀 或者有一些手头的动作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客人是要的是毛毯 但是因为在粤语当中可能听起来很像毛巾 就是那我们就翻译普通话的可能就觉得是毛巾 那所以毛巾就是一套 对就是毛巾 对但是应该是毛毯的意思 那所以我也觉得说 其实学习一些简单的粤语是非常必要的 包括说可以更加融入到香港的生活 所以在之后因为培训也结束了嘛 所以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那自己也会去多教一些同事作为朋友 所以包括看TVB 然后可以去学习增长自己的一个粤语水平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新人嘛 所以说其实在安全培训当中 紧急撤离的时候 是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对我来说 学习的话会比较有一点点吃力 会压力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对我非常的好 他们都会在下课之后 帮助我